在新加坡多久了 也是18年了 那你对新加坡的印象是怎样的 我第一个印象就感觉很多花 然后很多树 因为在中国是没有这样子的环境 他一直用冰 而且很干净 这里的环境真的很干净 刚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 因为他们是讲英语 以英语为主 然后我在中国一般都是华语 到了中学以后 慢慢开始好像真的去 交了很多朋友 然后比较外向 你在新加坡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你去某某块餐店 你看到有一桌是可能中学生 他们一桌人 可能是有华人 马人 印度人 就坐在一起 就是研究功课什么之类的 这个现象是蛮好的 重量 是 我想知道说你对这美容 对现代人的看法是怎样的 以前我是比较壮的那种 然后我很想要减肥 就是以节食的方式 好像不吃或者是喝一些减肥茶 可是这个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 你瘦下来以后 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大不如前 然后很影响你自己的心情 整个人就好像很忧郁 很多人因为减肥 后果可能只是对身体不好 可是其实它会影响我们的心情 而且你的精神不可以集中 这样 你会觉得身边好像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你吸引力法则嘛 你越不好的话 它越不好的就会来 绝对是 所以它影响是蛮大的 我喜欢看阿财喇咖啡